好,那我们今天要先讲的一件事情是 我们先来看一下常态分布 这个是常态分布的图吧 那但是其实一直以来 我们都感觉到有一个现象 这现象是什么呢?就是 你觉得你自己在某一个面向 不是所有面向的自己 比如说在学校的 对教学方法的适应度之类 这样的上面呢 可能也会是一个常态分布 那我们的教学呢 你只能够针对其中 中间这一块的人有效 那对这一块的人和这一块的人 几乎都是没效果的 那什么意思呢?就是 对这一块的人呢 原则上来讲就是 他可能天生就很有想法 那他有自己的思路逻辑 那所以呢 你要让他适应在这种考试啊 或者是这种环境底下 他是没有办法适应的 OK 但是这种人其实是天才 或者是说他有特殊能力 那对于这种人而言 其实学校一直是 对他们一直是一个 打压的环境 而不是一个 而不是一个培养或鼓励的环境 那另外一群呢 就是说 他不适应的原因 是因为他真的不懂 他完全选不会 他不管怎么样子 努力都选不会 那这是另外一群的 那这群人可能就是 他在能力方面 或在基础 需要的基础上面 他就是没有办法 所以他会落在这一段 好 那我们今天要看的呢 其实 两段都可能 就是说 我们两段分别看 第一段 我们看这一段的 就说 属于那种 你没有办法适应 考试 学校这种环境 但是呢 事实上你是 是有特殊的能力的 而且这个特殊能力 可能是在 在一般人水准之上 那 如果你今天在我的课堂上 至少在我的课堂上 你有这种情况 那 请你一定要告诉我 OK 那怎么做呢 其实我们一直很难 给一个很好的 评量方式 那 最后我们 所采用的是一种 集体评量方式 就是考试 但是这种集体评量方式 非常不适合 我们刚刚讲的那一类的 那两类的人 那 所以如果 你属于这样的人的话 你应该跟我讲 那 我们不要用考试来评量你 我们用另外的方法 你甚至可以自己提出一套 我怎么样子 对你做evaluation的方式 自己提出来 这样 我们 我看看恰不恰当 如果恰当的话 我就用那种方式来评量你 你甚至都不用考试 但是你要事先跟我讲 那 因为下下礼拜我们就考试了 那其实就算你考完也没有关系 如果你还是觉得说 OK 我不适应这种 这种方式 你可以跟我讲 但是你不能够一直偷偷到 其末再跟我讲 那时候我不接受 OK 你一定要提早 其中考完马上跟我讲 OK 我是可以接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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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什么样的人 会不适应这个东西呢 会不适应考试之类的环境呢 其实你在历史上 你会看到很多 非常杰出的人都不适应 随便举几个例子 爱迪生 小学一年级就被留级 然后退学 对不对 为什么 因为他问老师 一加一 为什么等于二 老师觉得他智障 所以就叫他妈妈来把他领回去 所以我没有办法教你的小孩 OK 那爱因斯坦 比爱迪生好一点 他有念到高中 但是高中的时候 他碰到一个问题 因为那时候开始有点战乱的情况 然后高中的时候他碰到一个问题 就是他的语文能力特别差 他基本上是属于语言障碍类型 但是因为他语文能力特别差 所以他物理方面的天才和数学方面的天才 就一并被谋杀掉 人家不愿意让他进大学 所以他那时候好像后来他就买了一张车票 然后直接我忘记从哪里德国还是哪里 到了瑞士 然后去瑞士理工学院之类的 然后找到他们学校的校长 跟他讲说我想见你们的学校 然后但是呢 发生一个问题就是 他的语文 语文测验那些都都真的很差 所以校长说 那校长还不错 他跟跟他说 那因为你语文测验太差了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直接让你进来 但是如果你愿意花时间 補上一下语文课的话 我们可以让你进来 因为他其他方便很强 所以那个校长就这样让他进来 所以也是一个例子 那再来另外是像 我记得可能上次有跟各位提过的 法拉第 法拉第他小学根本就 就没有念几年 然后就基本上就已经出来工作了 做铁匠了 但是他所有东西他都是靠自学 那他不完全不想学 但是他没有办法 有机会进入正式的教育体系 可是事实上或许他进入之后 搞不好也会不适应 也不一定 那像这类型的人 往往都是落于这一边的 那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 你应该跟我讲 如果你有这种情况 我们可以专门让你自己提出来 你自己的评量方式 那如果你是这一方面的情况的话呢 你应该跟我讲 就是说你真的都学不会 我不知道到底老师在讲什么 那 反正我基础完全没有 我就是鸭子听肥 我都听不懂那种东西 那你也应该跟我讲 那我们可以想另外一种方式 尽量让我们有办法给你一个成绩 但是这个成绩 当然还是要透过你努力得来 可是我们可能不见得一定要套用 大家考试的那个标准来套用在你身上 OK 那我这样讲 可能大家是不是清楚的了解到我的意思 那如果有这两种情况 请你一定要告诉我 那我们学统计刚好用到常态分配 那这种 这种情况其实有一个特性 就是说 我们看到的常态分配 往往是这样 对不对 但在现实世界中的 常态分配往往不是这样 为什么 可是 现实世界中的常态分配 往往这个尾巴 有时候会翘起来 有时候会很长 因为 它的 两个样本之间 不是没关的 是有关的 OK 当两个样本之间有关的时候 你利用中央极限定理 去 去取平均值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说 它不见得会像这样的常态分配 它可能在某个地方会有一个急中的现象 这不代表统计的数学是错的 而是因为统计中央极限定理 就是说任何的 任何的平均值都会趋向中央极限定理 是有个条件 趋向常态分配是有个条件 它的条件就是 是什么呢 可不可以知道 任何的平均值 比如说我用五个样本的平均值 或十个样本 它越多 当然就会越趋向常态分配 我们上次有试过三个样本 对 有没有看到那个 那个线从平的变成这样 然后再变成这样 OK 就是越来越像常态分配的样子 那你样本取越多 它就会越像常态分配 但是 这里是有一个前提条件 前提条件是什么 样本和样本之间是独立 如果没有独立性这个条件的话 那 常态分配就扣光了 OK 我直载直 会是独立的 对不对 但是事实上也不完全独立 因为你直了之后 可能它会磨损 OK 那如果今天看的是 今天天气几度 那我把连续几天的平均值加起来 它会是个常态分配吗 不会 为什么 夏天和冬天 肯定温度是不一样的 你怎么可能说 我把它加起来 就会常态分配呢 而且你是加连续的 不是随机抽的 如果你随机抽的话 它还比较常态一点 连续的几天 那个 那个气温前后是有关的 所以就不会常态分配 OK OK 所以这样 大概会晓得 中央极限定理 适用的范围 同样的套到 大家所谓的 考试这件事情身上 也会有它的适用范围 那 希望各位能够 其实我还蛮希望说 有人提出来 这样的东西 如果你真的是属于两端的情况之下 那你提出来 我们真的可以好好讨论一个方式 好 好 那刚刚 因为 因为 Dropbox 刚刚过好 过来 现在又可以了 那我们就直接来上课 好 好 我们今天希望能够把 第六章上来 那我这礼拜有改了这两章 我觉得说本来的 第 第三章的部分 后面的期望值 我把它独立到第六章 然后再加了一个联合分布 第五章 然后再加一个联合分布 那期望值里面 我们会讲洞察生成难数 那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好 期望值 这个主题 顺便看一下洞察生成难数 那洞察生成难数 我们可能不会看到很深 我们会先介绍就好 因为它比较难一点 好 我们来看一下 什么叫期望值 期望值 期望值 我们通常写成 e of s s s是个随机变数 还记得吧 随机变数 绝对不是个变数 对 它是个函数 ok 那e of s 就是那个函数值 的期望值 ok 那那个函数值的期望值怎么算呢 如果今天是一个离散的情况 e of s 就等明figma s p of s s乘以p of s p是机率 s的机率 这小s跟大s不一样 大s是随机变数的整个 整个水积分布 整个函数加上水积分布的那个东西 那 小s是指 单一个点 映射后的单一个点 就说骰子 那就是1 2 3 4 5 6 这样 单一个点 红板的话 本来是正面反面 但是会被映射到0或1 就是0和1 那 我把这些乘以它的几率 那以同版而言就是0乘以1 2 2 加上1乘以1 2 2 那它的期望值是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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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以同版而言应该是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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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呢 映射到点数的话 1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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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所以 所有的统计学书我看了 都没有这样写 但是 我最后觉得这样写比较清楚 所以这等于是我自己的写法 那不代表说其他数学家都一定是这样写 那其他的数学家可能他们写法就直接用这个方式 对于所有S S S乘以PS 那因为我 我故意写的比较完整一点 我希望表达出它的意义 什么意义呢 样本空间 是S 从里面取出一个样本 一种样本 出来之后呢 把它透过S这个随机变数给映射 映射到一个小S的值 OK 然后我们对这个S小S的值 它是一个时数 去乘以它的几率 加总 就是它的期望值 这样听得懂吧 OK 所以下面写这一大串 是为了要更详细 让各位了解 样本空间跟随机变数之间的关系 那如果有时候我们不想写这么复杂 我就把S属于S取消 那就直接写X属于PS 那这样应该不太影响 因为你知道样本空间是什么 好 那如果更不想写这么复杂 那就写for all S 这个倒过来的A 它变成for all 就是对于所有 对于所有的for all S SPS 那这个是离散分布的期望值 那接下来呢 我们要来看的是连续分布的期望值 既然离散分布的期望值是这样 那连续分布的期望值当然也就是类似 只不过用积分 对 那其实这边也可以写PS 那也有人写FS 那我觉得我应该把它改成PS 或者比较一致一点 那不过很多人有习惯在离散的情况改写FS 其实它还是一个机率密度函数 只是 只是它是那个 连续分布的那种 机率密度函数 跟离散的情况有点不太一样 那期望值的相关定理 大概最主要会有这几个 第一个 一个常数C的期望值 当然是C 就是说 所有的样本它都被印射到3 那期望值当然是3 OK 那E of Cs 就是C再乘以一个随机变数S 这样它的期望值应该是 C3 那你可以把这个C提出来 C提出来 用C乘以这个期望值就可以 因为 举个例子好了 这是什么意思呢 E of Cs 比如说E of 2s 然后s是指散值 那请问 E of 2s的期望值 不知道 s是指散值 那应该是7 2乘以3.5 应该是7 那 我可以用2乘以3.5去算 就是后面的这个算法 那如果我想用前面这个算法 应该怎么算呢 前面这一半代表什么意思 就是 2乘以1 加上 2乘以2 加上 2乘以3 一直加到 2乘以6 除以6 这个就是E of Cs 的意义 OK 好 这样 清楚吗 有没有对这几个市值 还有任何疑问 这些搞不好 我们会请你证明 在考虚的时候 虽然我这样讲讲讲 好像概念都对 但你要写证明 搞不好就没有那么 那么就是说每个人都写得出来 虽然它可能很简单 好 接下来E of S加Y 这个S和Y 一定要是在同一个样本空间 对 那如果不是的话 你可能要先做联合分布 那是下一章的事情 那如果是在同一个样本空间 那就是E of S加Y 又等E of S加E of Y 这是什么意思呢 譬如说 我投一个铜板加一个骰子 这样我可以 那铜板一样映射到01 然后骰子呢 映射到1到6 那这样它的期望值 会变多少 再会有点怪不好算 因为两个样本空间不一样 两个样本空间不一样 你这样算会 会有问题 你要先举联合分布再做 就就比较不容易直接想 那如果两个样本空间一样 就是说我投两个骰子 投两个骰子 那请问它的期望值应该是多少 点数核 点数核的期望值 投两个骰子点数核的期望值 那两个骰子点数核 可能不知道 E of S加Y 代表什么E 代表两点对不对 最小两点 因为两个都一点就是两点 好 那一个一点一个两点呢 那就三点 一个两点一个一点也是三点 所以三点的机会比两点大 大几倍 三点的机会比两点应该大两倍 两点一点和一点两点加起来 OK 那四点的机会呢 四点的机会就更多啦 因为有一点 三点三点 三点一点 三点一点 两点两点 三种 对啊 还有没有别人 想不出来 可以 有算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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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两点两点 就算两种 两点两点算两次吗 好像不能算两次啊 对 三点一点和一点三点算了两次 两点两点好像不能算两次啊 对 所以 三种 那五点的话呢 就更不一样 会更多种 最多种的大概几点 最多种的应该七点左右吧 七点可能是最多种 十二点也很少 对吧 十二点应该只有一种 就是六点六点 那就只有一种 所以它其实是一个 二相分布的东西 就是 应该不叫二相分布啦 不知道该怎么讲它 反正就是 两个加强 那 这个 两个加起来的期望值 会等于每一个的期望值加强 意思就是说 你两个加起来 刚刚的那个期望值 如果你真的去算 仔细去算 那你会发现 它就等于两个三点五 因为一个的期望值是三点五 两个的三点五就是七 所以他最后你不用算 你就知道 他的期望值是七 不用去算 那个很复杂 你知道他的期望值是七 这样没有结果 ok 那这些都可以证明了 怎么样证明 我记得从维基分 我教各位开始 我就一直告诉各位 一件词 证明 请你回到定义 维基分的证明的时候 我都请各位 一直回到limit delta s 去近于零 然后 比如说delta s 分之 f s加delta s 减fs ok 等那个定义去证明 同样的 你要证明这些基本的定义 也是要回到 刚刚的期望值定义 e of c 那就是 就是 套这个方式 e of s 就是sps 那e of c 就是cpc cps 那这个s是属于s of s 那这个s是属于s of s ok 全部都成一个c 可以提到外面 这是基本代替的法则 ok 那所以呢 我可以把它提到外面 那就里面就剩这个sps 这sps不就是e of s 所以就改写成e of s 所以就证明完毕 这几题其实其中好是很容易考 可能会挑一题来考 好 那e of s加y 等于e of s加y 那你就要看e of s加y 到底是什么意思 回到定义 就是sps加ypy 那问题是 这一个定义是对于同一个样本空间 s而言 那这个样本空间被x映射到某个小s 被y映射到某个小y ok 所以它的词其实是不一样的 只不过我们把它最后加装起来 那 但是这个你可以把它拆开 因为两个加总a加b的sigma 可以把它拆成a加sigma加b的sigma ok 所以把它拆成两边 那两边拆完之后呢 这边不就是e of s 这边不就是e of y 所以就证明完毕 e of s加y就是e of s加e of y 那这些都是回到定义 直接回到定义 然后透过基本的代数版 去做 好 那有了期望值之后一定 各位如果念基率统计的书 一定后面就是提变异数 那叫做变异数 其实有点不好懂 好像生物发生的某种突变 其实不是那样 叫变异数 英文叫variance variance就是变动的数量 变动的数量 那中国大陆它翻译成方差 就是差异的平方 差异的平方 差异的平方 OK 叫方差 那什么意思呢 变异数Vars 它的定义是这样 Vars就是方差差异的平方 就等于标准差的平方 这个标准差的平方 然后也就是说 s这个随机变数的样本 减掉μ μ是它的平均值 就是这个随机变数的平均值 的平方 的期望值 这个函数的期望值 那也回到定义 就是sigma s-μ平方ps OK 那这个称为 变异数 或者是方差异 那 这边的下标 要注意它是x 它不是样本 样本没办法剪 譬如说正面没办法剪反面 但是e可以剪0 所以你非得要把它 印射到0和1 你才可以计算同反的变异数 你没有办法说 直接在正面和反面 就再计算变异数 OK 这是没办法 期望值也是同样的 你非得把它印射到01 否则正面没有所谓的期望值 反面也没有所谓的期望值 OK 好 那 当你把它定义成这样的时候 期望值定义成这样 变异数定义成这样的时候 你会发现 里面好像用到了一些代数运算 像s-1的平方 所以我们就是有代数运算 那 有了代数运算之后呢 就会发现说 我可以对这些 原本感觉像变数的东西 我也做加减乘除的代数运算 这里有点怪哦 如果听不出来的同学 可能要小气一点 因为我现在是对一个函数做代数运算 不再是对一个值做代数运算 对一个函数做代数运算 什么意思呢 来看一下 我们这里有个定理 说 s的变异数 Vars 就等于e of s平方 就是s平方 s这个函数 一个函数的平方 什么意思 一个函数的平方 OK 减掉e of s的平方 这e of s也是一个函数啊 函数的期望值 那是个值 没错 再平方 OK 这可以算 那函数的平方 再期望值 那怎么算 以载值而言 你就会看说 如果我今天投到六点 对不对 那他其实是被映射到三十六点 不是三十六分之一哦 不要搞错 是你投了六点 他会直接被映射到三十六点 映射到三十六这个数字 映射到三十六这个数字 如果你投了五点 他会映射到二十五这个数字 这个是称为s的平方 所以期望值 对 然后再去取他的期望值 好不好 所以你的e of s平方怎么算 以s而言 就是六分之一 加六分之二平方 加六分之三平方 就是三平方在上面 下面是六 OK 三平方先算出来 再除六 OK 四平方再算出来再除六 OK 四平方再算出来再除六 那也就是说 一平方加二平方 一直加到六平方再除六的意思 这就是他的e of s平方 好 那这怎么证明呢 因为你回到变异书的定义 vrs就等于e of s-mu平方 e of s-mu平方 我就把里面拆开来 里面拆开 虽然它是个函数 我们还是可以用基本的代数来算 只是我们运作在这个函数上面 运作在这个函数上面 所以它就变成s平方 减掉二μs加mu平方 好 那这个呢 根据上面的这一条 第三条定义 它可以拆开 对不对 可以拆开成前后 所以我们就把它拆开成前后 拆开成前后 那就是s平方-2μs加mu平方 全部拆开 就变e of s平方 减掉 应该是e of 2μs 但是e of 2μs的2μ 可以提出来 看这个常数 所以变2μes 加上μ平方 因为μ平方本身就是个常数 那我们讲e of常数 就是那个常数 这就是第一条定义 第一条定义 e of c的c ok 所以呢 当你把它拆完之后 再算一遍 μ不就是e of s 因为μ就是平均值 平均值就是期望值 所以μ就是e of s 那所以e of s 减掉2e of s平方 再加e of s平方 那就变成e of s平方 减e of s平方 减e of s平方 因为这减两次 再加一次 他不是减一次 ok 所以就变减一次 那所以 这一个东西 也是可以透过 前面已经出来的 那三个定义 来证明 所以我们现在是在从 最基础开始 一步一步建构 出期望值的定义 这样看得懂 我们的意思吗 好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下篇休息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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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 好 好 好 上 好 我好 好 好